记者谢武雄桃园报道,金门县中郑国校225位时生于11月初到台湾奔岛旅行,部分时生出现腹泻情况。 金门县卫生局昨天表示,不排除是桃园市某火锅电除工诺罗病毒感染所致。 对此,桃园市政府卫生局表示,诺罗病毒感染前伏期为24到48小时该腹泻事件部分在24小时内发生,已经排除诺罗病毒感染可能性。 金门县中郑国校225位时生于11月8日至10日到台湾旅行。 8日晚在桃园市某知名连锁火锅店吃晚餐用餐后,总计有35名时生陆续出现腹泻或呕吐症状。 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局管科长陈孝军表示,虽然裁剪该火锅店除工检体,有4名除工验出诺罗病毒,但中正国小时生体内并未验出诺罗病毒, 令诺罗病毒潜伏期为24至48小时,但统计有7人是在晚餐后24小时内发病,令该火锅店前后用餐的消费者胜多,也未听说有发病的情形,因此排除诺罗病毒感染的可能性。 令检查食材、餐厅环境检体、含苔具及蒸板都符合规定,食生腹泻是该火锅店感染的可能性极低。